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又是我带大家去试新车的时候 今天拿到这台仪器丰田的亚洲师 我准备找一位很特别人来试试他 这个人的职业呢 我应该各位开店做老板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肯定会见到他 这位就是今天的主角 宝哥 你看他的这个身板子这个形象 他不单只会武师 而且是广州天雄武师团的领队 而且还是教练 对对对 先不说车 真的想问问你 你玩这个武师玩了多久 大概有十六七年了吧 今年应该十八年了 哇 看你就十八岁了 已经玩了十六七年了 跟狮子一样不亏老 其实这个狮子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都是这个样子是吧 以前的狮子比较重 净重七斤 然后都还没有算那个狮被子之类的 然后现在的话他轻了很多 特别现在有一些跳桩的动作嘛 他必须要把狮子轻量化 才能够把最好的动作展示出来 所以现在的话大概三到五斤左右 对不算太重 其实武师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只有广东有的呢 北方多不多呢 其实他有分南北之分 南北之分 对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呢 块头比较大 讲究那个精气神的南狮 北狮的话他比较可爱一点 动作比较轻快一点 然后那个狮头呢 比较圆润一些的 而且北方的狮子呢 他从衣服的讲究已经开始了 整个衣服都是毛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只有下盘 是一个毛裤 上身是不用穿什么毛的 对对对对 就这样就可以就去表演了 对没错 主要看那个石头 我们的力度 然后看精气神等等的工价 其实作为一个师队的教练领队 听你对车追求最讲究什么 我们更好修的那个安全 安全 因为安全的话可以捂一辈子 肯定会有一些旧欢啊 双巴之类的 好像我的手也受伤啊 对吧 所以的话我们考虑这个安全性是第一标准 安全第一 然后那个舒适性吧 你看一下 我捂这个石头 如果它不够轻 捂的方式不准不好的话 我们也不会用了 对吧 你可以看到 现在狮子的一个架构 它一个青木的架构 以及藤去编制出来的 我能不能拿一下看看多重的 可以可以可以看一下 可能我不会用力 我觉得今天拿着还挺重的 挺费劲的 挺费这个手劲的 它有一个重心的 找到重心点以后 你要去运用这个力度 不要用这个蛮力 蛮力是不行的 所以的话 跟驾车一样吧 舒适性 安全性 我要放在首要部位 今天除了你跟我们介绍这么多武士的东西 我也介绍一个狮子给你 一切丰田亚洲狮 应该合理需要的 走 走 走 好 先让宝哥来试一试 它已经忍不住了 其实在开车之前我就很想问你 为什么会看中这样一台丰田的车 首先这台车子吧 它的一个价格不高 然后在同级别的车里面 它的一个底盘非常的稳 就好像我们五狮子一样啊 五狮子我们最注重的就是安全嘛 底盘嘛 就基本功要扎实 对 它满足了我这一点 特别在开起来的时候 这个方向盘啊 就我们爸爸说有多少有多少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感 以及操控很适合我 也要讲求精气神 那种俐落那种爽进 对 现在一汽丰田不是要搞那个龙腾思舞吗 就它有亚洲龙亚洲思都是TMJ嘛 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底盘重心很低 就本来买轿车就追求这种重心低 什么转弯车心不大开起来稳的感觉 就这个把这个特性加的更加强烈一点 其实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很符合你的 日常使用的一些需要的元素或者哪个方面 第一省油第二空间大 后排的话刚刚我看了一下 可以放下三头狮子非常的厉害 狮子不用放尾箱直接放后排 像家人一样呵护放在后排扣好安全带 这还可以 第三的话最重要的一个视野很广阔 就算给家人开啊 他们也觉得挺安全的 它的使用的那个习惯吧 你看很简单很顺手 对很简单很简单 不单只驾驶方面 连里面那些案件布局都觉得好上手 没有什么很高的学习成本 就除了你以外给老婆给家人去用的时候也很OK 这可能就是丰田最核心的卖点 心思成熟了之后呢 对这种车的这个追求开始有些发生变化 特别刚刚我在加了油门的那一刻 它的反应很灵敏 可能很多人说开的慢就安全 其实在某一些场合的话 开的快可以一秒两秒超过那个危险的区域 有时候有些情况需要加速加的快 可能更安全一点 比如小路出大路的时候 要尽快的接近那个主流车流的速度 所以对加速还是特别头段加速 我个人是在这种追求的 那试驾完之后呢 来问宝哥有什么感受 这里是最大的卖点 我第一眼看上去 它的车头其实很好看 主要它的车头跟车尾的连贯性看上去很大 就满足了我这种虚荣性嘛 价格便宜的虚荣性 特别它的一个轮毂 我刚刚也问三哥了 这台车有19寸的 然后他跟我说18寸我就惊呆了 比较薄一点 然后比较薄满一些 所以看上去就 这个比例很协调 显得整个车很薄满一样 就显大 而且呢 刚刚宝哥开车的时候说 哇这个车感觉转向挺好的 底盘挺稳的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车 原配了一个PS4的轮胎 其实我下来才知道 原配的 原配 所以你后期不用怎么去宽轮胎 有些就喜欢安静一点 要操控什么的 回来就再去换一个米其林 还有换个几千块 因为轮胎是整个车 唯一接触地面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好呢 什么静音什么 马上就上来 体验 所以我觉得挺符合 我们现在用车的需求 毕竟我们现在买车 第一要好看 第二的话是实用 那如果宝哥这个还觉得不够完全满意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同样是一汽丰田的 现在一汽丰田呢 搞一个龙腾诗舞的一个概念 就龙就亚洲龙 诗就这个亚洲诗 就双TMGA旗舰 就两个轿车 这个不够大 还有一个亚洲龙更大更舒服 要不要再下一回再试试亚洲龙 上个台回说话了 因为就骗我生女儿系列 要生两个的那种 买两台 其实我理解刚刚跟宝哥宝师傅聊了一下 他说买个车 除了自己以外 家人还能用各方面的 让家人也容易接收一点 还要精气省油 所以这就是丰田最大的卖点 我觉得 就它有很长的 像你武师一样有很长的传承 他知道怎么做一个省油的 怎么做一些大家容易接收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卖点 可能也是更加符合这种 你这个武师师傅的需求贴合上了 可以吗 底盘够稳 我觉得挺好的 像我一样 我稳不稳的 其实你已经可以出师了 出师了 我在打斧头上面 其实很多人叫我为师傅的 觉得OK 那我带你打斧头去 看看有没有订个车 马上 马上 有多少斧头给我 上车 先上车走再说好不好 走吧 走吧 那我开了 好 你来了 走 我把他帮助 你帮助 你帮助 你帮助